欢迎回来3点吴师傅如月心灵系列 YOYO 再歹一杯茶 休息一下 Sylvia 你很喜欢一杯茶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幾集都讓大家聽了很多不同的聲音聊語項目 今次就跟大家刺激一下美女一起去品茶 那我們就有福了 事不宜遲我們不如邀請韓國花茶協會導師Annes出來 歡迎老師 大家好 今天我們很高興可以邀請韓國花茶協會導師Annes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韓國的花茶文化 不如我們有請Annes導師跟我們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es導師 來自韓國花茶協會的導師 韓國的花茶跟我們生活上面有什麼息息相關的重要呢 我們每天喝茶 我們又知不知道每一種茶對我們的身體出現的狀況是什麼呢 我們在接下來的一連五集都會介紹不同的花茶 去令到大家老有寄可以用一個開心很健康的生活去調理自己的身體 Annes導師 我知道其實韓國的花茶養生文化有一些特別之處 可不可以請你多說一些給我們聽聽 可以啊 因為韓國本身食用花是很多的 我們現在發現的其實有186種花都是有自己本身的花的微弱性 我們就是透過花的微弱性去改善我們身體上面很多不妥當的地方 但是那些地方又未至於要去到食藥那麼嚴重去處理的 我們就透過一個花茶裡面自己微弱性的成份然後去作出調整 意思是每一種花茶都有它特定的功效在這裡 是啊 不如我們一連五集就有請Annes導師跟我們介紹一下不同花茶的功效吧 好啊 現在疫情底下我又不能做Facial 但是我臉又黃黃的 Annes導師你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幫到我啊 我想變漂亮一點啊 所謂一白傘三醜嘛 有沒有一些可以美白的方法可以介紹給我啊 可以啊 我們今天首先要跟大家介紹一個玫瑰花茶 謝謝 nuclear 我有關力嗎 responsibilities 你你們看 是